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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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Violet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世洋來自西地科技 歡迎大家來到Maker Fair 深圳 今天很開心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 最近我覺得世界都不太太平 反正就是有點亂 其實聯合國做一個跨國跨政府的一個組織 他們在15年的時候就提出了 我們要有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只在為了大家2030年的時候都能夠開開心心快快樂的 然後呢 在這裡面其中 其實主要就是滿足人類的一些物質需求 比如說大家都可以就是飢餓 然後大家都應該有收入有工作 或者是滿足一些精神需求 比如說性別平等 比如說教育平等 或者是對環境的要求 因為我們需要在更好的環境上面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需要關注比如說氣候變化 或者是物種多樣性等等這些問題 那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問題是 比如說貿易戰或者是戰爭 這些是政治手段或者經濟手段才能夠解決的 可是我們是一個性貢科學科技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覺得科技一定是能夠在這裡 然後有它可以貢獻的空間的 所以我們覺得把科技做得更加的簡單易用 並且可以讓大家更簡單的獲得 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的願景 那要讓科技 就是要讓科技跟這些技術變得更加的簡單易用 更清明的話呢 有個手段叫做開源 叫open source 開源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設計一款產品 我們告訴你說這一款產品它是怎麼設計的 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的原理圖 甚至它軟件上面的一些代碼 我們都會把它開放出來 這樣做的好處是對於我們的用戶 比如說你們 你們在設計一個新的產品的時候 就不需要從頭開始設計 你可以直接用這些資源 然後就可以把它就是很快速的設計出來 做一個原型出來 原型是做產品的第一步 那對於我來說 除了這個產品本身更加簡單易用之外 我覺得它背後的社區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開源的 所以意味著這社區裡面有很多力量 比如說他們有很多免費的課程 很多免費的一些 一些Documents去叫你一步一步 去怎麼把它做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開源應接它的魅力 最大的地方在於它背後有這個社區 那其實在SEE的工作 有個非常好的好處就是 我每天能夠接觸到很多 比較前沿的科技 比如說積極學習 或者是編演計算等等這些 但是這些都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其實我們最開心的是看到這些科技手段 能夠解決真正的問題 比如說聯合國就是 這個大陸的極端貧困人口 極端貧困人口的定義是說 這些人每天他們可以消費的這個金額 只有大概不到15塊錢人民幣 那這個極端貧困人口裡面 其中超過大概60%吧 都是農業 就是在農業這個行業裡面 所以其實解決農業這個問題 能夠解決這部分 就這60%的人大部分的生計 那如果我們再看一個世界銀行的一個數據 就這個表 我們能夠看到這些貧困人口 大部分集中在非洲 然後在非洲的這些國家裡面 他們的農業GDP 這樣整個國家GDP甚至超過30% 可能甚至有60%左右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解決農業的 高產消略的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也能夠 相對於他們這些人 托平提供一個條件 然後從事農業裡面有很多婦女 所以解決農業的問題 也能夠讓婦女就解放出來 然後作為一個翻身的一個條件 可是農業非常大 比如說農業的整個供應鏈 包括了農資的一個供給 比如說拖拉機供給你 或者是種子 農資供給你 或者是你知道 一些什麼 沙蟲劑之類的 然後農資供給之後 就到種植 種植就是給我們提供食物 那食物種出來之後 又要到初加工 深加工的這條產業裡 然後可能 深加工出來之後 才會經過木流 然後再到我們的肚子 那這條產業的造成 我們選擇的點是種植 如果這個工是代表著 一個農場的收入的話 那在這個工事裡面有四個變量 第一個變量是說 每公頃它能種多少 第二個變量是說 它的這個價格設定有多高 就它能賣多少錢 第三個變量是說 它種出來這些食物 用了多少錢 就是它的投入有多大 最後就是它的規模本身有多大 我們覺得科技是能夠 就是 就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加的美好的 比如說 如果我們有機器學習的工具 有數據的話 我們可以有一個種植模型 這個種植模型可以幫助這些 就是這些作物種得更好 或者是質量更高 如果我們有數據 它們有完整的一套追溯系統 它可以價格賣得更高 因為它跟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 已經構建起來了 如果它有一些自動化的設備 比如說自動交換技術等等 它們可以減少人力的投入 然後規模 規模可能是有點要平跌 所以呢 科技不一定能夠貢獻得到 Anyway 就是科技有它貢獻的一道 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呢 微軟就站出來說 我要做一個 農業雲 這個農業雲叫做Farmbeats Farmbeats 它就找到了我們說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便宜 簡單利用的全感器 然後我就給它提供一些數據採集的設備 同時大家也進來了 大家給我們提供的是無人機 然後無人機能夠實時拍攝一些 一些圖片或者是一些video 然後所有的一些數據都會上傳到微軟雲 然後 再作為一個 就是做數據實時分機 然後對農作物進行一個 一個 就作物的指導 但是 那我們要指服農民嗎 不是 就是教育也非常重要 於是微軟的另外一個團隊 教育團隊就說 那我們要教會 現在在學校的學生 更多的農業知識 於是就有了這個非常便宜的套件 這套件裡面包括了一些簡單的開包板 還有一些傳感器 還有公開的一些代碼 你拿到這套東西大概十分鐘 你就能夠做出來這樣一個dashboard 然後去開始學習農業知識 然後其實Farmpeace這個項目 我們很幸運 是有比爾蓋茨的一個加持的 然後比爾蓋茨基金會 然後還錄了這個視頻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多数的大部分人在世界的地方 是采農人 他們面對一個很堅困的問題 他們要吃得了很堅困 他們必須培餘的食物 餐足夠吃到老家row 每年 Grove 當你思考競技能力 你不考慮 面試當水平 你不想幫助那些人知 去 pr生 或去理解 riding 或是 我們可以做這些 情感測 快 便 他們多的機會 成立在更多的 采農人 给他们更新的 productivity, 它是挺有趣的。 我们用这个数据, 我们建设计机械和 AI的模式 来做两个东西, 一是測量的測量測量, 我们在測量測量測量, 測量測量, 我们使用这个数据, 我们使用这个模式的模式 我们得到很精彩的效果 每个人的这些。 这些測量用一个新型的 能量很高的, 叫 TV Whitespaces。 TV Whitespace是 无用的 bandwidth in between the TV broadcast channels. 政府现在让这些 bandwidth views to transmit data. 这些是 data coming from the field that goes back to the computers that helps create the best advice to the farmer. 你现在看到一个 TV Whitespaces router, 这是你的 Wi-Fi antenna 在家里的电话 它们的电话 你只能电话 使用这个測量測量 在牡业。 我们使用它来寄认 drone images. 一旦是完整的, 它会开始传续 data over the Whitespaces to do Precision Map generation. 哇! 我可以帮你 这些測量測量 甚至是20% 更多的 能够成功能 也认为 他们可以赚钱 学费 赚钱 为困难的 年轻 測量 气測量 会让 農民的工作 比较困难 更加困难 封锁的 測量 甚至是 几乎的 几乎 会让那些農民的 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不认为教育是指教会我们的知识 我觉得因为我们大脑很深的生物机制决定了 我们不能所有的知识都能够把它学完 我觉得教育最应该教会的是学习能力 因为我觉得就有了学习能力 你才可以很勇敢地面对很多事情 因为人生本来就很难 然后但是我觉得学习能力的一个基础是一个人的读写能力 所以优质的教育非常重要 优质教育成为了联合国的其中一个目标 优质的教育不仅仅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 然后教育平等 而且应该是比如说有一定质量的教育 例如说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他就应该能有读写的基本的读写能力 他能够自学下去 所以只有你有了自学能力才能去抵抗很多就是很悲伤的故事 然后活得更好 所以优质的教育跟人人教育平等非常重要 那既然人人都教育平等 那比如说这个群体呢 盲人或者是一些设备受损的人 然后他们能编程吗 他们能得到这种高薪的工作吗 可以 只是他们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产品叫做Cold Jumper 它就是以它将盲人编程的一个工具 它主要是将会这个盲人编程的一个逻辑 就是什么叫loop 什么叫就是repeat这种 然后这个产品的需求来自于APH 然后我们拿到需求之后 其实是先用一些开源硬件 就是先把这个download打起来 然后APH是全球 在这里 APH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给盲人提供 叫做就是学习机会或者是学习工具的一个非引力性组织 然后它有了这个需求之后 然后剑桥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就开始编课程 然后微软进来做了一些软件品牌 然后自己负责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发生在非洲 然后这是一个一个教育空间叫做卡巴库 建立这个空间的是巴黎一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 他觉得教育是解决非洲问题的唯一手段 于是他就在非洲建了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免费给孩子们教学 然后我们C就给了他一些 就卷送了一些产品和课程给他 然后也谢谢瑞谷3D打印机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在这里 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两台3D打印机 他们能够用这些东西能够去尝试解决他们现在在非洲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这个大学教授还希望这些孩子们跟这些人们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们他也在尝试做一些在线教育的课程 然后这个卡巴库的这个签约老师 其实大家今天也见到了一个就是Violet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他就是一个卡巴库的一个就是远程教育的老师 这个案例是一个微型显微镜 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是 我一直觉得看微观世界是能够看到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它大 这个微观显然就是这个小显微镜它只有一美元 对就它它只要用一美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所以它其实大大降低了就是小朋友们学微观世界微观科学的一个门槛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介绍一下 你知道,世界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有财富的问题 有财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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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问题 当你开始看起来的根本 其实它们有所属的属性 有所属性的东西 的东西 都可以做到一个东西 everything. Foldscope to me is a lens literally into that world. It is built out of origami, so it's a flat sheet of paper you fold together and you have a fully functional microscope in a couple of minutes. It weighs less than 10 grams and in the end you get an instrument that can give you 700 nanometer resolution imaging at a price point of roughly a dollar. Ecosystems are not just based on large species, so when I walk in the forest I'm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big trees but I'm also looking at the fungus and the insects crawling around. There are insects with wings and fully functional machinery that are even smaller than a dot that you write on a piece of paper. One time I was waiting for my train actually to come and th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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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y bug landed on the rim of my coffee mug. I trapped it in one of my slides and I was absolutely shocked when this insect actually started laying eggs right inside the slide. The resources that were dedicated in that insect just for production for progeny is really everything. That teaches you something a little about why life is so resilient. It's just such an immense opportunity to come to this world and not know. It's not just for scientists to figure out how the world works. that is truly actually a passionate thing that we all start with. We all start by being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We are born with this and we really need to culture this because fundamentally curiosity needs to be nurtured and kept alive forever. When I was taught in teaching, I would say about the the benefits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mperature i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of temperature is the temperature of temperature. And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emperature? happening to the temperature is 引起气候变化 那为什么气候变化 大家只有人物质气体不放 是因为它让我们的气候变得更暖 那更暖的不好吗 冬天少穿几件衣服吗 变暖的不好 非常不好 因为变暖会导致 比如说食物减产 其实在过去20年 我们的一些主要的食物 比如说小麦 玉米 等等这些作物 其实已经减产了量 4000多万噸 我如果没有记错数据的话 减产了之后 现在人口已经处在大爆炸的一个边缘 马上70亿就来了 再过几年就变成80亿了 所以大家想爱恶吗 所以环境就是变暖不好 变暖了之后可能还会有疾病的爆发 因为温暖 所以一些细菌病毒 它们迭代速度会更快 当人类的每一系统迭代不够快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容易生病 然后而且气候变暖的话 比如说海面的上升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陆地会消失 一旦陆地消失的话 专家们专家们预计到了2050年 可能会有两亿人的难民 就没有地方住了 需要找地方住 那现在本身陆地环境就这么的紧缺 那请问就现在迭代号在哪里 所以全球变暖这是一个需要控制的一个因素 那为什么大家全球变暖的一个因素 大家又一直要就着看白状 是因为这个表 这个表来自于wikipedia 然后是因为贡献温是效应最大程度是因为水蒸气 水蒸气我们无法控制 但是二氧化碳就排第二 有时候二氧化碳它的贡献量大概到了26%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话 我们能够很好的降低温室效应的这个问题 那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 可能你少用一点电少用一次性的东西 或者是少用点水我们就能够减少碳排放 可是比如说企业呢企业怎么做 我们现在中国还没有开始中碳排放的税 但是呢的确有一些地区已经尝试要 就是先做一些试点 比如说就有有有我们的小伙伴们用 我们的一些开源的技术 做不同高度的一些二氧化碳的监测 然后慢慢会形成一张地图 这样就会有理有据 然后然后政府想要开展什么的话 会比较容易 然后这个商务叫做Smart Citizen 是一个西班牙巴萨罗纳的一个团队做的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想要用数据 而且是精准地区的数据 能够引起政府的注意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简单易用又便宜的一个硬件 然后全世界这样子卖 然后慢慢他们的地图一旦拖起来 他们就能够形成精准地区的一个碳排放的数据 然后哦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扶贫的案例 这个这个案例的领导是就领导者是万科 就是合园想要发展就是温泉小镇打造这个旅游品牌 然后服务品 然后外科是其中一个公共商负责 帮助先空村的一个村荣村贸的收集 然后我们就布了一些设备进去 等这些设备收集了足够的数据之后 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微气温的模型 能够直观向消费者去证明说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旅游要来哦 说到气候变化的话 不得不提的是海洋的问题 海洋对我们非常重要 它能够吸收30%的二氧化碳 所以能够做很好的气候调节 海洋也为我们很多人提供着我们所需的蛋白质 但是海洋最近不太好 因为对它的污染很多 其中80%的污染物其实是来自于陆地 因为这样子 然后有了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自然基金会发起的 然后香港的Maker Bay还有柴火跟C 一起把这个东西做了下来 它是一个海洋垃圾的跟追踪的一个小实验 其实是大家看到有那个球 那个球是一个叶子盒 这个叶子盒里面放了一个 一个追踪器 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叶子盒封起来 然后在香港不同的地点 我们我们结合了11所中小学吧 然后在不同的地点投放下去 然后他就会开始工作 然后最后就会从地图上面形成一个 一些线 然后去告诉这些就是学生们跟老师们 知道说这个海洋垃圾是怎么到了海里 所以应该要通过什么样高效的方法去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海洋的案例是 它是一个海 就简易的海洋油污收集器 然后它可以随着风流动 然后它流动的过程 它就会把一些油污收集起来 因为它是个开源商务 所以很多人就会拿着它这个设计 然后重新改良 然后根据自己国家的特定问题 去把它搞定 然后你们刚刚听到的一些故事 这些案例 其实是这个世界上终在发生美好 我们故事的冰山一角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要更听得更多 会了解更多 会加入我们请扫描柴火公众号的二维码 这里面有两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很牛的 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 比如说一千场活动 柴火中央公圈已经 已经做过超过一千场 一千多场的活动 然后已经覆盖 就是过来参加过活动的人 有大概八十万 就超过八十万人次 所以 欢迎你们成为我们的一员 最后说一下愿景吧 也当我卖个广告啊 西立科技 就C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愿像是成为全球的军火库 军火库 我们希望你们大家遇到的问题 你们想要解决方案 大概率能够在这里找到 能够自己做一些小dive小实验 就把它做出来 然后柴火作为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放大器 能够让这些技术 就C以外 西立科技以外的技术也可以 他们柴火可以作为一个放大器 能够让这些技术 辅射到更多的区域 有需要问题解决的人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需要解决问题的产业 需要收集的产业等等等等 然后 那 大家 敬请的make impact 并且 不要转台哦 下午还有更多SDG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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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